如何用光来营造舒适的围和空间呢? 空间的围和实际上是通过实体的底面,侧面,底面来进行建造空间 但所使用的却是被实体所围和的虚的部分 这虚的部分就是内部空间,才是建筑真正的实体 建筑的一个组合,建筑的组合元素是实体、空间、界面 产生了存在空间、建筑空间、场所的概念 界面是围和空间的要素 通过围和面的开、闭、围、通、转变等手法 改变人对空间和场所的一个认知 那么光作为第四建材,怎么样去改变空间给人的认知呢? 对围和的六个界面进行亮度的组合 白的为最亮,黑的为最暗 这样给人带来的空间感受也不一样 通过天花的间接照明,我们提升了空间的一个高度 天花和墙壁,我们提高适当的亮度 给人一个沉稳的印象 强调了锤子面,加强了它的一个近身感 天花亮度较低,给人一种低矮的不安定感 室内的光亮有一定的引导性的时候 吊灯和埋地灯让局部变亮 使整个空间的重点变低了 会获得更好的一个安定感 天花和墙面更加明亮的时候 会获得更高的开放感和安定感 照亮天花 就等于强调了天花的高度 获得适当的一个开放感和安定感 墙壁形成空间最亮的区域 不仅可以加强了道响性 还可以增加立面的一个维度 如果整体亮度均匀 那么开放感会更加高 大多数人对家的向往 都是明亮的温暖舒适和安定的 所以给人安定感和开放感的空间 是提高立面的亮度 对于光的塑造在于合适的一个配光 对于被造物的塑造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 不仅选择合适的配光产品 也要更进后期的一个灯具角度的调节 不同的灯具角度 可以让被造物产生不同的一个效果 被造面以及形成的阴影面 效果也不一样 那么不同的灯具投射方向 给人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灯具角度的选择也影响着空间给人的认知感受 12度这种类似12度这种的窄角度 是室内设计师比较向往爱用的一个角度 它通过落在地面上的光斑的形状 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空间的韵律感 那么24度的灯具的话 四周围和的界面获得的光线亮度比较低 会让人感觉空间比较狭窄 那么38度的灯具的时候 它整个空间的 整个空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平均的 如果60度的灯具使用的话 空间会给人一个矿广的感觉 天花灯具的排平布阵 不仅满足了照明的一个需求 同时也影响着天花造型的美观 给人的空间印象也不一样的 在横竖排列对称的空间里边 它会给人一个均衡的感觉 如果灯具形成一个围和 会给人一个聚容的感觉 有些时候空间会使用一些 星星点点的效果 给人一个繁复的感觉 而设计师有时候会比较喜欢 两个灯一组或者三个灯一组 这样去组合天花的排列 这样给人清爽和简练的空间感觉 使用指向性明确的方形的灯槽 比在通道使用圆形灯具的一个指向性更加强烈 动感更加强烈的空间构图 横向的灯槽让人感觉空间横向的扩展 那么树向的灯槽让人感觉到空间 无尽的延伸 那么最后的圆形与方形灯具应用的这个效果上面 大家又会感到怎么样的心理感受呢 人们惯常的思维是照亮地面工作面 那么照明的工作就这么结束了吗 其实照亮墙壁等于是增加了进入视线之中的光线 就算地面照度较低 也能让整体空间得到明亮的感觉 给人更多的一个空间安定感和开放性 所以闭灯就能轻易地提高立面的照度 对于下灶的闭灯 在安装的高度上要考虑避免对行人造成的眩光 那么使用上灶的闭灯的时候呢 也要避免行人能直接看到灯具里边的光源 对于上下灶的闭灯 安装于墙壁的正宗就正好合适 如果两盏灯组合的形式就会形成紧凑的空间氛围 不知间隔相等的灯具会形成一个指向性和均衡的空间感觉 投射灯同时也可以提高立面的照度 如果只想照亮墙壁的空间的话 我们可以将灯具安装在距离墙壁300到400的位置进行投射 如果灯具的间隔增大 那么光斑重合的部分就会变少 也就是说两个灯之间会产生暗距 那么如果灯具的间隔缩小的话 灯具的光斑就会重合 洗墙灯也是一个提高立面照度的好方式 我们主要是按照空间的高度 跟灯具离墙的距离 与灯具之间的间隔 这个比例去营造合适的洗墙效果 如果灯具的间隔增大的话 灯具之间的暗距也会相当明显 如果离墙的距离增大的话 那么立面顶部的一个暗距的面积会增多 使用上照或者下照灯具 也可以提高立面的亮度 离墙的距离越接近立面 那么连续性的光斑效果 可以形成独特的一个空间氛围 使用落地灯和台灯 可以不仅提供装饰性的一个效果 也提高了中断视觉的光线 可以为空间的立面提供更多的柔和的光线 同时使用落地灯和台灯 它会相对灵活 那么可以让人配合灯具的摆设 来改变照明的一个位置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内容 我请不吝点赞 给大家看